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病人之善 刺是偷切 他举的例子也举得很好 譬如刺人之文以为己作 这种事情自古以来亦常见 人家写的文章 但他既为己有 将人家的名字去掉 用自己的名字发表 人家辛辛苦苦对不起 人家辛辛苦苦经过很多年研究 发表一篇论文 结果被人撤取了 我在美国洛杉矶就见过 赵立本居士是个大学教授 很多年努力辛苦 写出几篇论文 结果发表一看 不是他的名字 人家的名字 所以他非常不平 以后工作迟了 去开餐厅 他将这件事情跟我说 我们在历史上 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 这种是自欺欺人 我们细心观察 看下他有没有好结果 大部分晚年都遭遇到那一步 就算这一生中没有败路 影片里面说得好 你能骗到人吗 骗不到天地鬼神 天地鬼神真有 不是假的 他不是客人的 这些道理事实 我们都要懂 尤其我们生在现前这个时代 各位只要冷静观察 各方面的资讯报道 我们就明白 我们现在处的 是一个什么时代 灾难 一年比一年度 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还不觉悟 还在做热 后果不堪切尚 而且那些后果很快就会来立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是共业所感 我们能行灭吗 如果有求幸灭的心 有这种念头 这亦是错误 所以我们很清楚 没有可能后面 我们怎样好 我们一定迅从佛菩萨的教诲 在生一日 那一日即功雷得 断岳修善 不怕死 人哪个不死 人哪个不死 死好平常 问题是死了之后去哪里 世间人不懂 世间人不懂 我们懂 抓紧机会 断岳修善 你就绝对正确了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要搞清楚 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是善 利益自己的是善 一定要将它搞清楚 全心全力为社会 为众生 舍己为人 为他们服务 你诚心诚意为他服务 他未必多谢你 但是我们知道 应该要做的一定要做 我们并不求人被感激 只将我们自己的本分事做好 我们本分事就是舍己为人 为众生服务 在服务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帮助人觉悟 帮助人断岳修善 帮助人破迷开悟 我们能这样做 就是真正佛弟子 真正的菩萨道了 相继续 相继续不可以不读 理不解不得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一定要依教奉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欢迎订阅频道